中文字幕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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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 這個OK吧? 科興第二滴血 科興第二滴血的時間 就是我們現在錄節目的時間 但出門的時候這個數字可能不准 我們沒有任何貶低國產疫苗的情況 外國還死了很多人 所以我們只是用到時間點 只是一個時刻 大家不用緊張 我們回到這個有堂食晚飯的年代 不要提了 我們先更新一下你的狀況 狀況就是多了很多Walk-in進來 但不買東西 Walk-in進來? 即是走個圈是走的? 不就是等待吃飯的朋友 那怎樣稱呼他們? 遊運野鬼 即是游下游下沒什麼目的 是呀 你看就知道是沒有目的 即是跟你說話都不認 說這句話不是歧視 我不是反對別人去等吃飯 是 不是反對 是 但真的不要搞 再說 其實你只看真的不是問題的 只看是 即是同事會介紹也不是問題 但不要假裝認真地看 但其實是等位 即是很認真地拿出來看 十次 不是 其實聽眾真的可以在留言裡說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做了太多年 你有時真的沒有辦法 即是你想要些什麼 feedback 我想說如果你是沒有興趣買的 即是你本身真的沒有興趣買 是不是真的會拿到第三個袋出來 即是我拿了一隻上手看 然後叫店員拿兩隻給你做 我覺得 譬如我們自己介紹給你 我覺得是同事自願 自在而不可活 但你不停叫人拿過來的時候 其實是想怎樣的 即是衣服也是 即是你本身 我覺得可能有些Generic的衣服 例如Chanel Little Black Jacket 我想多拿一個另一個顏色來看 是合理的 嗯 合理的 即是我不太專制 但其實你本身不打算買 但你死都要試勻 那你是想怎樣的 即是已經是進了Fitting Room那隻 是的 首先我覺得第一關就是入Fitting 其實如果你本身是想著等東西 你不會特地入Fitting 其實是 是啊 那也算了 我覺得可能試一試上身 即是下次來買 即是下次來買 我也算了 那是不是真的會繼續地 不停去看呢 嗯 我覺得Cross Session 已經是一個顯示 是 那你不可以入Fitting 如果看袋的話 不如看袋 那你其實不打算放另一隻 嗯 嗯 但還要看包包 即是幾樣東西都看 不 我真的想知道 其實我沒有評論 如果你要告訴我 原來香港人的習慣是這樣的 那我就會教同事 其實 真的要接受客人是這樣的 只是一個習慣 只是一個習慣 即是他可能用盡的十五分鐘 就要看完 那些 那些 我想知道究竟是 但我講一下我自己 我自己去買東西 即不是買東西 即是可能我 都是這樣等吃飯 是啊 我走到一間店 即是可能我不是走入名店 或者我自己去 例如我去黃金 是啊 我看一些東西 我是不會叫 即店員來Serve 都說不用了 我自己看 不是 我很簡單說 即都會打招呼 你不用介紹 那我就說我真的很想知道 其實 例如我自己叫ZARA H&M 甚至於Unical 我正在等人 那這些又很自助的 即是這些就不用說要別人Serve 但是 你如果 譬如你走Unical 你沒有時間 打算繞個圈 你不會說 那件Cardigan 拿一件中馬來看看 這樣 不會叫店員 是啊 你不會叫他這樣 故意再去撈店員過來 等他一陣子拿給你 然後試一試完 然後再不買 然後走 是不是會這樣呢 我不知道 所以我真的很想要大家的意見 大家可不可以給我一些意見 我們需要大家的feedback 對 需要大家的feedback 即是如果你告訴我 其實我真的有這樣的需要 那我到現在這一刻 我都沒有下評判的 不過我的意思就是 為何要這樣做呢 即是如果你真的有這樣的需要 OK 最大問題是 你又不留電話給我們的同事 是 即是你如果你說到 其實我想要下次回來買 就好 那你就留電話給同事 即是你不留電話 即是怕我們打電話給你 怕我們call call你 怕我們call call你 那你可以接我同事的卡片 對不對 但卡片都是不接的 都是不接的 喔 那我的問題就是 即是輕輕的酒鳥 對啦 那你輕輕的酒鳥 那… 那… 即是難道現在這麼環保 連卡片都不想收 喔 這麼環保的嗎 香港人 那你會scan我那張卡片 或者拍照照片 我真的有機法 我都試過有客人說 我不收卡片 太多了 我拍照照片 我會回來找你 Fine 但即是我們拿卡片出來 你連拍照也廢話 或者我們跟你說 給你一個價錢 那你又不聽 那你是… 好啦 我們真的需要聽眾幫忙 對 我真的很想知道 即是在redgar facebook的page也好 或者在youtube的影片下面 對 對 留個言 看看你自己的習慣 我想知道的習慣 我不是dose你們 其實 沒有judgment 沒有judgment 我只是想知道 因為最近情況太多了 對 即是突然多了很多這些 然後搞到 搞到大家的同事 都是無所適從的 不是 有時候同事 好像有得跟 然後就這樣 即是心情大上大落 對 好像天理先生 基本上就是這樣 所以 所以晚上的生意沒有什麼幫助 所以就 那 我只是說是 可能食肆很受歡迎 是 可能食肆很受歡迎 即是排隊 排隊 大家很想 在外出吃飯 我都會理解的 那今天有一個時間點 K11muse開 是 海量的人排隊 都是因為QPON 不要寫 即是香港人真的有錢 只差到去哪裡洗 但香港人的錢 我就覺得 即是你沒有辦法 跟 譬如同樣的店 這裡有一間 那裡有一間 大家可以去到有QPON的商場 那裡 很普遍 所以沒有QPON的商場 就會吃糞便 對 很簡單 就是沒有QPON的商場 就是吃糞便 吃糞便 但你問這件事 我覺得跟自由行是一樣的 大家回想起 其實是危險的 因為 當你沒有QPON 有自由行的年代是怎樣 簡單來說 就是你有QPON 我怎麼說跟自由行一樣 就是 自由行就是 就是一陣子下來 大家覺得 嘩 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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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為去年肺炎開始的 你看到商場 之前我們都說過 直接派QPON 派足你的價錢 你買一萬就給你一萬QPON 你怎麼會這麼誇張去做到 所以 他基本上就是 透過去虧少少 就去賺多回來 就是 簡單來說 是做回額 對 其實是做回額 希望拿回銷售號 但裏面沒有什麼 有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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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他降了很多 這個價錢 如果這件事 他就變成 他變成 他要去 譬如 我本身是 賺10% 我現在就把 其中5% 就放了去 QPON 即是QPON 回贈給你 那你就回贈給你 那我就賺少一點 沒錯 賺少一點 但有得賺 但這也是長期不好的事 你轉過頭 香港人也是 沒有QPON 不買 是啊 就是權宜之計 你變成 但問題是 他的權宜之計 已經權宜了很久 是啊 因為沒有生意了很久 是啊 海港城他已經權宜了很久 現在就是吃鴉片吃上癮 吃鴉片 他不停在吃 他現在就是很多 即是港島區已經是 因為客人已經純了 他真的要買 他可能真的會過去 但如果你說 純粹買了兩件 其實可能就 港島區 或者其他沒有做Promotion的地區 都算是賺少少 所以 港島區很多都不做 即是不會做到這麼離譜 已經 除了商場 據聞是跟海港城同一個集團 真的沒有辦法 但如果不是同一個集團 已經是不做的 即是那邊的客人 已經是 因為問題是 用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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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那麼多東西賣 因為他有 硬性規定 有美食券 你會吃東西的 是 他抹開一半 又沒有吃 又購物 其實你減來減去 都是這麼多 你又不會虧到 全部都給他買東西 即是不會去到不用錢的地步 所以 你始終有限 大家都是等鴉片吃完 這樣 現在暫時是 即是都會有 遞減效果 會的 會的 現在全部人都在看 什麼時候通關 但應該到九月 是 延伸到九月二十多 代購 代購 除了 香港應該只有代購 YES 沒有人會這樣 應該 因為代購 還可以做到九月 即是證明 是 還可以收貴我們 但是 這個也是沒有辦法 是啊 沒有解決方法 給大陸自己內循環 大陸的人都很開心 即刻又再寬天起地 因為當你封關 即是當你是未開關 還可以繼續賺下去 其實他們 講完少少 那個 叫什麼 市場狀況 暫時不寄於厚望 因為三月份 都真的 什麼都完了 我們俗稱 什麼也完了 即是年初四 年初四 難道我期待三百婦女子 什麼 即是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期待 沒有什麼公開 三百婦女子 難道有公開 那些 都是沒有什麼期待 應該照到你 應該是沒有什麼期待到五月 應該是沒有什麼期待到五月 即是五月又是什麼 呃 五月就應該 四月是復活節 但是今年因為 跟去年一樣 其實學生沒有特別的假放 所以其實 在我角度是一樣的 不會有太大分別 現在沒有了旅行 沒錯 五月好像是勞動節 五月好像有一兩個假期 我記得 期待一下 五月大部分的商場 不是 大部分的牌子 應該開始想做減價 至少 有什麼朋友 都在五月發生 所以三四月 吃著高種 起碼一定要 所以沒有什麼期望 現在已經是 吃光 睡光 我們俗稱叫 今天講些什麼 題目呢 以下 等等 我講了題目 先講Disclaimer Disclaimer 今集是有Disclaimer 今集有Disclaimer嗎 對 有Disclaimer 是國什麼法的Disclaimer 沒關係 Disclaimer 即不是逢同學那些 不是逢同學那些 OK 首先我們講 今集我們會講一些 其實我想過很久的 這個 topic 是 我們平時經常在街 不是 平時經常見到客人穿衣服 是的 以下 我們今天講的就是 如果 如果 有一點是 季節性的 有季節性的 是的 老實說 除了夏天之外 冬天也很難看到這些情景 我們要講是 小店員們 匯聚了很多不同 小店員們的意見 之後 有幾個衣著是建議 如果你除非 是什麼情況呢 對自己的身材 是非常有自信 又或者 如果你是名模級的級別的話 或者是明星 我想說明星都會炒車的 這些都是 明星都會嚴重炒車的 都會炒車的 例如你見過在演唱會 對 都會有炒車的狀況出現 所以 以下這幾個 雖然 如果你說你愛十八二十二 那你說 是不是試一次人生 在世 我覺得 如果你十八二十二 真的試一次 青春無敵的話 但建議過了二十五歲 之後 如果沒有什麼特別事的話 就不要太 踴躍 即是不要太 進取 不要太進取 我會講一些補救方法 如果你真的不幸穿外出現的話 是 我會講一些方法 但是 Disclaimer 如果你本身真的穿得很好看 以下這段說話 真的不是在說你 如果你曾經穿過外出現 我真的不是在說你 如果你覺得自己穿得很難看 而覺得Alice在說你 你不要聽這一集 下一集再聽 如果你覺得有被傷害的感覺 有被不開心的感覺 那不要聽 那你要關機 你要關機 不是關機 是關機 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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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關機 因為這個是真的 我們 我跟同事講 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 其實是因為 我們的店鋪是迎接很多客人 甚至我們人樓也不少 有時候某些衣著 在夏天的時候 總會看到一些 有我們的意見 覺得更加好的 覺得客人可以穿得 即是有更好的選擇 是的 有更好的選擇 或者比較適合自己的身形 會比較理想 所以 如果你說 我覺得有一些題目 是被受侮辱的 不用留言給我 你不聽就可以了 我們是沒有任何 侮辱你的程序 是的 不是想侮辱你的 是的 沒有這個程序 主要是 希望 大家照顧街上的人的眼球 是的 你說你聽完之後 都是繼續去做 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是不會評論的 是的 用了三分鐘時間 講Disclaimer 應該夠了吧 差不多了 沒錯 不過我相信 我們的聽眾 是比較 關心的 應該這麼說 比較容易接受我們 所以我們開始了 首先 在小店員們的眼中 有一個衣服 十個人裡面 其實是絕少人穿得好看的 原則上其實沒有的 好嗎 那我不可以這麼說 我沒有見過全世界人 也是這麼說 OK 是 原則上是很少人穿得很好看的 甚至我看到身材很好的人 都很少穿得好看的 嗯 就是以下這個 EV會出圖的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是 就是牛仔褲 短牛仔褲 短到會看到你的屁股底部的牛仔褲 噢 OK 我想說 露了一些 露了一些 不一定下垂 不是 我當你沒有下垂 但是都會露了一些屁股肉 會露了一些屁股肉出來 我想說 這個款式的 首先我極度懷疑 發明這條褲出來的 那個人是真的不夠補助 而又 推銷了 已經做了出來 有推銷給別人 就是追求那種 Sexy Sexy 他就是要那種Sexy 首先就是 這個是不分國籍的 我想說 這條褲 我見過很多國籍 由黑人至白人 甚至乎 什麼都見過 18、22 18、22 我全部都見過了 我想說 你在星期六日的中環 其實會見到很多 是的 我已經見過很多次 但是 我們加上同事的意見 都暫時沒有見過一個 我們自己覺得 嘩 真的穿得挺好看的人 是很少的 嗯 首先 因為你這樣穿出來 除非你自己開車 是 除非你告訴我 你是坐私家車的 如果我們走出街 又不會坐去任何其他地方 是啊 如果不是 首先 我們的觀感 第一次就是 如果坐地鐵 就麻煩了 坐地鐵 會很冷 首先很冷 第二 你不知道 上一手是誰坐著 哦 是啊 你上一手 隨便一個是 不知道 放多個屁 你 你的屁股就吃光了 以現在 這個疫情下 會很不衛生的感覺 對 所以為什麼呢 有些人說 那屁股長得漂亮 OK 首先 其實大家人生中 有三分一至三分二的時間 你都真的坐著 是 其實你的屁股長期 貼在某一個固體上 其實 嗯 所以 輕質呢 那位 如果你經常都會磨砂 的話 就輕一點點黑 但是有些人真的黑 嗯 那位真心 我們試過的了 有一次我們幾個同事 就在這個FLOG 晚上沒有什麼做 對面賣化妝品 兩個女士 兩個都穿著 很熱 去年很熱 夏天的時候 夏天的時候 看不到樣子 看不到樣子 看不看 去年真的沒辦法看樣子 看到他們可能是腳高 首先叫腳高 拿起手 即是叫上面的東西 咪高的東西 是啊 拿起一些東西 又要跨過個什麼 跟店員說話 一按 那位同事就欣欣著 嘩 Alice 你看一看 然後我就說 嗯 明月光啊 是的 然後我同事就說 月光好不好看 然後我旁邊的男同事就說了一句 月光下面是黑的 嘩 同事 不要這樣 不要那麼直接 那位置 然後就是這一刻開始 我們有另一個女同事說 她說 我真的見了這麼多年 真的沒見過 她說 你們有沒有見過 一個女生是這樣最好看 難啊 我們說雜誌 雜誌上面 雜誌就好看 只有雜誌上面可以 是真的只有雜誌 所以奉勸各位 即使你屌尾漂亮得不得了都好 除非你十八至二十五歲 你真的可以試試 嗯 我覺得人一輩子一輩子 你不理 在這些年紀才可以不理 街上別人怎麼看你 試一試 人生都是試完之後就算了 將褲子收到自己的籠底就算了 因為真的難穿得漂亮的 其實 我很記得當時有個 比較大的年紀的同事說 其實一條褲做出來是有作用的 是 為何要做那麼長呢 為何要做那麼長是有作用 幫你繞著屁股是有用的 然後跟她說泳衣呢 泳衣有另一些作用 是 然後同事說很精靜的一句 一旦你露了給別人看 哦 一旦你一點都沒有露 一旦露了一旦不要露 一旦露了一旦露了 一旦露了給別人看 是 是 當時那位小姐呢 就是穿著一條這樣的褲 我們很自然 我們不知道的嘛 不知道你露了多少 對不對 所以叫她坐下來 一坐下來 她們整個彈起 哦 因為凍 不是凍 是凍 她們簡直是 那一刻真的很尷尬 因為她當時 真的不好 我想如果穿一條褲 真的不會這樣 因為那張椅上面其實是一些布料 其實不是真的刺 純粹可能起了毛球 而毛球又大了一點 是 因為如果你的褲是有布 你坐下去的話 你不會很覺的 就是有些東西隔一隔 但是如果你真的沒有東西隔 一隔下去毛球的時候 你會很覺的 它立即扮起了 就是她以為有東西刺他 是啊 但是最尷尬就是這個時刻 如果你真的有東西 當時刺到你的褲子 你會不會當下 立即在公眾場合 拔他出來 你會摸一摸 是啊 那你就尷尬 究竟有沒有事呢 即是你要驗傷了 對 你要驗傷了 那怎麼辦 你沒理由立即在底下 掃一下 拔自己 掃一下 掃一下有沒有東西刺著 是啊 於是我們當時唯有 請他去Fitting 對 請他去Fitting 但是你請他去Fitting 也很怪 其實他進去Fitting 連褲子都沒有脫 就是看著那個位置 然後就出來 我們看到有個位置 紅了一點 應該是他自己 不知道怎麼磨到的 應該是斷骨鞋 然後我當時有個同事說 如果磨損了 是否立即可以幫他 在屁股上 貼一個膠布 提過一塊膠布 給這位小姐 是否可以拿一塊膠布 給這位小姐 黏著屁股 然後我問 為什麼 當時說的是男同事 我說如果真的有這樣的狀況 我叫你走進去貼 嗯 抑你了 我抑你 抑你 然後我同事就刺肢而鼻地走開 所以其實是有點不方便 在實質的作用上 也不太理想 所以不建議 而且上身 你穿這些褲 上身都只會穿T-shirt 其實也沒有其他穿 因為一穿有些什麼 你稍微不慎 就會遮到後面 如果有些小朋友說 我家裡有這樣的褲 那怎麼辦 建議你穿T-shirt 那件T-shirt 是長過那條褲的 那整條長過那條褲 你可以在前面 可以看到那條短褲 後面就垂下來 那變成你的小朋友 真的要坐下的時候 就只會坐著你的T-shirt 嗯 也做到你下國 這幾年都流行 這幾年都流行這樣穿 所以不用擔心 其實這也是補救方法 我有曾經見過客人 近來都還沒有熱 但他很喜歡穿這些熱褲 他裡面穿T-shirt 再加一件長的西裝褲 長的西裝褲 長的西裝褲 啊 即是可以墊一墊 對 也少少墊一下 而且看上去的圖也不錯 要看他的腳夠不夠直 我們經常都說 穿短褲 除了看他的腳夠不夠幼 之外 要看他不夠直 盒子會不直嗎 會加 首先 如果你向日本人說 穿腳不直是沒有可能的 因為日本人是內八字 其實穿腳不直是看你走路姿勢的 如果走路是外八字 或者內八字 基本上是不會直的 第二 如果你長期穿高跟鞋 基本上都是不會直的 第三 如果有人跑田徑的話 肌肉比較發達 所以要找一隻腳很直的人 其實是很難的 嗯 是很難 因為如果他有鍛鍊的話 除非他有自己適量去調整自己的訓練 其實是很難直的 亞洲人更加難 很多人是O型腿 對 所以為什麼亞洲人特別喜歡穿短褲 就是這樣 因為短褲的話 你會拍得長一點 對 你會拍得長一點 所以為什麼我們所謂這個 老屁股褲在亞洲這麼盛行 就是這樣 是因為 真的會拍得長一點 但是其實 鬼婆也很盛行 鬼婆也很盛行 但是可能我們在香港看得比較多 這個是第一 所以可以有補救方法 如果你真的有這條褲的話 除了叫媽媽幫你補回 或者媽媽幫你補回 那一塊之外 怎樣拉 難道要拉長嗎 就是他補回那一塊之外 其實是有其他東西可以補救的 那到第二個 是 我們覺得是比較難穿得好看的衣服 其實我想說 剛才的Disclaimer 最主要是這批客人 是 Yoga Pants Yoga Pants Yoga Pants 這幾年真的多了很多 對 不知道是不是外國傳過來 大家都很喜歡 應該是韓國 可能是韓國 對 很喜歡在街上 但明明這陣子都沒什麼可以做Yoga 但每個人都像Yoga Pants 對 所以那間Lulu 都特別好賣 Yoga Pants 當然不是便宜的 前面的東西 哦 即是不要把你的絲襪部位的外形 對 請大家去試衣服的時候 試清楚自己的陀峰會出來 有時候真的很尷尬 真的不知道怎樣跟你說 6M我們是很大方跟你說的 是啊 拉鍊我們都會大方跟你說 路陀峰真的不知道怎樣跟你說 小姐你腳踏 對 你沒辦法跟客人說的 你明白嗎 我們試過好幾次 看到 嗯 有整條線 因為大家經常以為 T恤剛剛 大家記住 你走出門口的時候 看到T恤好像遮過了你的陀峰的時候 其實不是的 你會舉手的 嗯 而且你一走開始 那件衣服就會縮上去 對 如果你真的打算要那件衣服 真的遮到 你起碼遮到半 我想起碼要三分二的 一半屁股 去到大腿 差不多 但是起碼要去到大腿 三分二屁股 你才是有機會遮住你的陀峰 OK 除非你有信心 你穿一些比較貴的牌子 是有信心那條Licking 或者Yoga Pants 是不會露到你的陀峰 可以 還是裡面 需要用什麼功夫呢 沒有的 不能用功夫 裡面多穿一條 底褲 打底 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想說 再加上 近來的人 最喜歡穿 這個肯定是韓國全國 喜歡穿Yoga Pants 還喜歡穿單車褲 是 這個一定是韓國 單車褲 我想說 第一句 首先 你的腳真的要很直 是 你想想說 你單車褲下面可以搭什麼鞋 單車褲下面 你是搭波鞋 穿不穿襪 Converse 短襪 通常是搭Sport shoes 不是Converse 因為Converse 是Fashion Sport shoes 其實要搭Nike Sneakers 會比較漂亮 口底會比較好看 你見到韓國很多人都這樣做 但又是繼續那一句 就是 你那件衣服 是要 是要遮到 是要遮到 還有盡量不要太窄 你想像一下 如果你的衣服上面很窄 肩下面很窄 那你就是火柴人 窄加窄 所以通常 他們想瘦 其實穿這個不是要這樣的意思 通常只穿Yoga pants Yoga pants 除了你如果上面穿Tip Top 是 可以的 穿Sport Bra 通常是Sport Bra 外面再加一件短Hoodies 是可以的 要不就是標準的韓星裝束 對 標準韓星裝束 又或者我們十分建議 例如我那樣 中間肥胖 通常都建議穿薄的衣衣 或者是寬的 一定要是寬的 因為其實你要做個比例就是寬和窄 是 這樣才覺得是真的有東西看 其實 因為你上身寬一點 就會顯得你下身在有 沒錯 其實真的 身材的東西都是對比出來的 是 其實你這樣看不會有人知道 你不需要穿到我愛一粒角 真的不用穿到我愛一粒角 真的很離譜 因為有一次 客人走進來的時候 因為 真是駱駝峰 你真的不知道怎麼跟客人說 沒得說 其實沒得說 你只會不說 但心裡面就是 但你的眼會忍不住 你就會知道 那些同事不停叫 你的駱駝峰那一刻 一定會變成這樣 因為看到 尤其是女生 未必特地跟男生說 但女同事是一定會知道 所以小心點 還有Yoga pants 再強調一次 Yoga pants 一天就穿Tea bag 一天就穿阿婆底褲 或者如果你不介意 阿婆底褲是怎樣 即是四角的 不是四角 即是闊三角 其實大家知道 Yoga pants 真的是薄的 其實你穿著底褲 逐一點 說過你的M筋 在裡面 我們都知道 那一定知道 你的邊緣也看到 所以還是用同事的方法 請你穿一件長一點的衣服 又或者是 即是穿一條比較 總之不要那麼顯眼 因為有時尷尬 其實真的 有時我看不看你 看不看你 看不看 都沒有辦法 這樣就不會去到看 我真的見過一個客人 那次都挺 尷尬的 但他在看東西 看兩眼 當然要回避開 已經送回避他 但他在試衣服 你很難不看 他還會問你 你覺得怎樣 好不看 我覺得應該先把陀鋒 他不是陀鋒那麼簡單 他是小陀鋒 而且後面 讓我看到他一條雷士 兩邊 兩條雷士 即是打斜 一個倒轉八字 沒錯 他真的很貼 而且很薄 他的褲子 因為Yoga pants 是不會厚的 其實很少去到很厚 所以 都是那句 大家 小心一點 對 其實是為大家好 是為大家好 不是評論大家 我已經沒有用美不美來形容 都沒有說你穿到 有些側穿到 算了 我都沒有去評論這件事 總之 純粹是不希望大家 會受到另一些眼光去看你 是 如果你有另一些眼光去看你 你不要怪別人 是啊 人家就不想 你穿到這樣走出街的時候 其實很難不看你 無論男女 都會看 我想說這個店員很專業 因為他知道怎麼看人 是 但是這個地鐵 根本就摺不到 會避不到 OK 這個是第二個 第三個 也是 的確 以下這個我們有見過 穿得好看 嗯 是個比例比較高 比剛才那兩個高 是 Sea Thru 是 Sea Thru 是 大家都喜歡配布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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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師傅會穿得比較好看 空型比較好看 身形比較好看 真的會穿得比較好看 但為何會說這個情況 2-3年前 還會有很多內地同胞來香港 這款是其中一款內地同胞很喜歡穿的 其實香港人相對比例比較低 真是少的 但久不幸我們每次看這個外套 都會附送兩隻海膽給你的 oh shit 我們看幾乎有八成都會附送海膽給你的 我想說大家有時很想問 大家是否覺得黑色的 是看不到你的海膽呢 但你的眼睛是有濃密度的分別 那些人是真的沒有清除海膽的習慣 我還以為現在新一代就不會的 我去年都還看到 不是 我覺得是 可能是大家的文化不同 因為她當時的 我想說是幾個女生 其中有兩個女生穿著劍 年紀是大概幾大呢 30歲左右 其實她身材不差 身材真的不差 她是穿著一件瓶領 薄的 內地叫防曬衣 就是那種物料 薄的屍膚黑色 即是看到的 基本上就是黑色 裡面穿著一個 背包 不會叫做背包 即是吊帶的套 其實裡面那個屍膚黑色 其實原本是 她穿著一條紮牛仔褲 挺好的 她穿著一雙波鞋 其實原本是OK的 但因為要拿東西 她一拿東西 一遞起手 嘩 海膽就很搶眼 因為它是視乎到徹底的 我想說有些視乎會遮掩手臂 我都不計算了 我都曾經看過視乎的手臂比較大 但真的比較難去批准這件事 好像我們那張圖 對 其實是比較難去批准的 通常真的沒辦法 穿得這些你又要瘦一點 身材比較好一點 比較理想 也是這句 所以變成那一隻手臂就馬上退後 當然沒有味道 但尷尬 會有心理陰影面積 會有這些 當然我們沒有計算到 我們試過見別人穿Sea Fru 裏面穿個BRA TOP 但沒有貼乳 而她的BRA TOP也很薄 基本上她的尷尬 就飛了出來 又是你不知看哪裏 我都知道外國是有一個 FREE THE NIPPLE的運動 想不到這麼潛衛 我沒想過這麼快來到香港 我也是不歧視的 其實只不過是少許尷尬的店員 不知看哪裏 最重要是店員看著你 你不要怪那個店員 我們曾經收過一個 complain 其實是 是 收過一個complain 不是穿Sea Fru 那客戶真的穿低一點 是認真的complain 即是低胸衣服 低胸衣服 低胸衣服 其實低胸衣服的程度 就像DEEP V肚兜 它裏面是一條線 是一個女士的女性 目測278 穿短褲 感覺真的很熱 是熱浪侵襲 當時是一個頂級手袋分排 不是我跟的 那客戶不是我跟的 是 但是進來的時候 我的同事已經叫咪咪了 是 我就知道有個男同事 正在跟那個客戶 嗯 那個客戶是 年輕的 年輕的 兩個女生一起進來 另一個女生 也很熱 不過是穿 露小蠻腰的T-shirt 再加短褲 兩個都不約而同 再加一對人子拖 而不是人子拖 而不是人子拖 即是那些LOWFA 但後面沒有了一個搶的 那些 好像那些睡拖 那樣進來的 那時候很流行 那我的同事 真的很多年經驗 其實 都知道在看哪裏 是 一個比較有經驗的同事 當時我是FALL IN CHARGE 那客戶不知進來 大約十多分鐘 就說 我要找你IN CHARGE 那麽快 心想 他說 找你IN CHARGE 另一個女生就說 我不要你SURVE 我這樣說 蛤 這樣 即是換人 換人 換人也不是問題 她說我要complain 這樣 其實很灰 她的經理也不在 死去吧 小姐你好 我這裡FALL IN CHARGE 有沒有幫到你 你的同事看我 呃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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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立即就 拉開同事 那我問她 其實我看到身材 我就說 小姐不好意思 會不會中間 是 為何會這樣 覺得的 那我就說 你的同事 剛才一直給人包我看 一直看著我的胸 我想說 那個同事應該是無辜的 首先 那個同事是180 180 是 而那客人只有160 都不夠 那即是她看你 其實她無論如何 都會向下看的 事件就是 一定是向下看 差在就是 如果大家都站的 其實她看來看去 都是在看你的樣子 還要當時是看錢包 對 大家都是專注在錢包 即是如果錢包在你自己 空前的話 其實那個同事是避不了 我想說 對 如果我遞給你 那你的手摺 其實那一刻 就會跟空的位置重疊 對 那她就說 但是同事有解釋 她就說 其實我已經特意放在一個 那裡了 即是她都沒有特意這樣 交給她 即是她說 還要放在一個 那裡看的時候 即是把一個 那裡推給她 對 因為同事真的有經驗 那已經避免有尷尬 第二就是 她的同事是走開了 我看CCTV的同事是走開了 沒有在那個 showcase那裡跟她 看東西的 已經走開了 因為她不停拿東西給她 即使她看東西 就叫她走上鏡頭照 那些 而是 因為走上鏡頭照 那客人就會覺得 你特意又叫我走開去看我 嘩 那這個 即是 站在那裡又是看你 走開又是看你 其實 即是 我必須向各位聽眾 承認 我當時 她說她擔心那一刻 是 她 即是需要去廁所 她說一說 她需要去廁所 她需要去廁所的時候 她一走出門口 我看到人已經進去廁所之後 我一轉轉身 她憑什麼呢 為何要這樣想呢 她不看人家 怎知道別人看她 哈哈 當時我真的是這樣想 因為我 即是你明不明白你 其實這一下很絕對的 這件事 我怎麼跟你說呢 難道叫我同事跟你道歉 但我同事沒有錯 其實 嗯 即是說 你沒有足夠的證據 是的 那一刻 當時除了刷刷之外 我是替我的同事很無奈 即是在這些位置 其實做男同事 其實真的很無奈 即是 因為好像 什麼都是她的錯 其實她生了一百零 不是她的錯 其實她怎樣看過 在視線範圍 其實她怎樣都會看到 而你又穿到這樣 是 我不是說一句說 即不是 blame the victim 是 但我想說 那個 victim 現在在我的同事 其實 我的同事 那怎麼辦呢 即是me too 那不是 我經常在想 不如她下次 即是 如果她問我Action Plan 是不是下次你一進來 我自己會找條巾綁住你呢 嗯 找一個 一下子 把麻包袋放進去 即是還是我一定要 女同事去巾 即是開兩個洞 給你看看 其實是怎樣呢 其實有什麼幫到你呢 那到回來的時候 那個客戚 當然 我也很幸運 即是她去完廁所之後 她的朋友又勸她 應該 因為她回到來的時候 她的朋友 正常站在一個門口的附近 就說 我不用說很多話 我們就走了 是 她的朋友也叫我幫了我一下 但她也有串底的跟我說 你解釋吧 為什麼 為什麼 那我就 那我就 那真的沒得解釋 我適合你 你覺得我看你 我沒有辦法 當然我首先第一句 我真的會支持同事 因為我不想說 你會覺得我像me too你 我跟她說 首先第一 我同事是肯定 是以專業的眼光 去看著我們的客人 是 所以我看了CTV 我知道我同事 不是intentionally 是去 即是有目的去看你 那個部分 而是因為她的身高 再加上 角度 即是角度 令你有這個誤會 如果是這樣令你不開心 是真的好不好意思 那這位女士 我們剛才沒有說話 她是不是很瘋患 雖然她是低胸 雖然她是瘋患的 她是瘋患的 也是瘋患的 即是有點警鐘的狀態 其實差不多到了警鐘 其實都 ok 所以她對自己身材很有自信 所以覺得別人看她 就覺得全街都在看她 那也沒問題 是 但我的同事不是用那個眼光 去看著你 是啊 即是你那樣東西 的確在 視線範圍裡面 但是同事不是在 focus 用一些 me too的眼神去看 對 然後她就馬上演答我 那你真的覺得你的同事沒有錯 我心想想 你叫我怎樣刷 你來跟我刷 心想 然後她的朋友都很聰明 那你真的沒有答我問題 她的朋友就說 他不會答到你的了 走 然後 那你想我給你什麼 其實我賠不到什麼 其實沒有意思的 然後她一直 即是坦白說 那一刻我怎麼都 我正常來說 不會說我同事有錯 一定不會說我同事有錯 還有第一第二 我真的看了CTV的同事 真的 是啊 即是人家有做足 人家是做足了 的 其實 那我就 就是知道你這樣的麻煩人 是啊 即是我心想 其實你想我同事的看你 那我就跟他說 你有需要你找回我 不過 你喜歡你第二天 你想這樣 你第二天去店舖 就指明要女同事服務你 是的 你可以說明 我需要女同事 其實是OK的 那我就說 真的不好意思 不過在這個案子上 我真的 我的同事 是 在服務方面 是專業的 是 然後她的朋友都很聰明 她就說 我們走了 我想這樣的 她的朋友 可能見到你看CTVV之後 說的那些事情 其實她都知道的 就是她的朋友認住 是的 她的事主認住 是的 她的事主認住 我想說這些案子 在香港不是發生得多 但是不是叫做沒有發生 而且通常發生 就是這樣說我不會在Unical發生的 是啊 這些發生一定在名店發生 是啊 那是因為名店 你對他的課題 因為他對他的要求高 我有試過在另一間公司 是 當時也是 製作低胸 基本上就是 嗯 所以我有時候 只能在這個節目裡說 如果你真 在這個節目裡說 如果是這樣害怕的 你就真的叫女同事服務你 是啊 我不是叫你藏起來 我叫你藏起來是沒有意思的 我不可以阻止你穿衣服的自由 每個人都有一些女性的 男人都可以赤薄上身 我都不可以怪他 我只不過覺得 當你要注意到的同時 你不要去負責 逐點說一句 我有時知道有些女性的客人 是真的想掌握我們男同事的視乎 我都說得很忠性 甚至在街上有視乎 你想要收視率的同時 你不要怪我的同事 當然是生兒作為女性的感覺很幸運 我們平時常常說 事務一些男同事去服務女性客人的時候 會特別著數 但這些是他們的風險 事實上 我試過有一次 那位同事就是 試衣服 那位同事就穿著吊帶 是 是 高的 又不是叫高領 就是剛剛遮住的胸部 是 那位同事就跟他試衣服 等一等 你試衣服 你穿著 是 當然我們有技巧 他試一件什麼衣服 試一件外套 我試外套 你正常試外套 就在客人的後面 這樣套上去 在客人的後面 披上去 即是會 左右一起 還是 左右一起 因為叫他手向後 然後就一起拉上去 當然 那位男同事 其實已經有經驗 已經不會一套上去 還是手會在你肩膀的狀態 一下都沒有 不會有間接接觸 我極度懷疑 是因為他得不到我的同事 在這裏說 我們沒有評判過客人 這次有很多 其實這一節可能真的要找EV 那一刻他肯定沒有碰到客人 沒有任何間接或直接的身體接觸 因為平時他有衣服 其實他放進去的時候 有機會走一下 可以放手 我看到男同事 因為看到他這樣 他是放手 他是沒有碰到他任何東西 即是不是說把東西 拍上去他過頭 而是放手向前 這份是 我見過男同事 是看著客人在鏡頭 叫他自己去整理 嗯 已經很專業 是啊 已經是完全零接觸 即是落足了 precaution 他是平時我們會幫客人接受的 嗯 他是連幫客人接受都沒有 是 就這樣叫客人自己去接受 是 是 那又是兩個女孩 嗯 他就叫他接受 嗯 然後沒多久 那個同事 跟了客人一輪 還給了一個卡片的那一刻 是 那一刻突然回頭 即是他離開了房間 離開了房間 嗯 我剛好站在門口 是 那一隻本來不是我做Fall in charge 但是另一個Fall in charge 是在吃飯 是 就吃完 不過他在裡面吃飯 我不會知道自己會接一句公告 算了 這些是看誰糟糕的 其實 他突然下進來 我要公告 是 無緣無故下進來 第一句是公告 哦 那個同事 那個男同事 還在湧前 以為要回死 是 接著客人說公告 我馬上叫媽媽不要走出來 嗯 是 我就馬上問客人什麼事 這樣說 他說那個同事 欲不正當的眼神看著他 嗯 嘩 這些又是國X法 我突然想 即是 你覺得是什麼什麼 然後我就說 嗯 小姐 他不開心 接著他朋友 這次就是他的朋友 沒有那麼好 是 是啊 我也覺得 嗯 這樣說 感覺上就是 他們出門口 討論了一會兒 之後決定回去同情 我覺得是 請他坐下 我馬上叫同事 去了後倉 是 這個同事在哪裡 我同事在吃飯 嗯 我介紹完自己之後 他就說 剛才我試穿衣服的時候 你的同事沒有看我 蛤 你剛才說 不正當的眼神 不看著你 正當 看他才是正當 不看著不正當 不正當 那我就說 小姐不好意思 我想知道你的 他說 他好像故意要迴避我 是 那我心想 你一收到我的同事 是迴避你 其實 至少你看過他的目光 知道他的目光 不是在你身上 跟著他 但他的朋友說 這句話 你真的完全 在我的服務生涯裡面 幾乎一數一數二答不到 是 他迴避得 其實因為想看 所以就迴避 因為知道我們看他 嘩 你真是 X法官 我真的 然後我忍不住問客人 事實上 我的同事有沒有看你 是 他應該有看過我 不過我看不到 沒有什麼可以回應他 然後他有留意到 他就說 我看他給衣服的時候 扔衣服下來 是 我說 那同時是幫你試衣服的 他有 不過他扔衣服在我的肩膀上 扔衣服 扔衣服 即是你這樣聽以為 他遠距離 扔衣服 我心想 為何遠距離扔衣服 然後我就說 蛤 然後他就示範一次 我心想 哦 然後他就說 那平時也會 做一件衣服 他就叫我自己做 他很明顯 就是想和我這樣平排 才能看到我 蛤 蛤 沒有美貌 是 我的男同事是挺帥的 所以 當然 他是有個風險 就是 我們甚至乎 見過一些女性的客人 是 我們特意要找他服務的 嗯 所以我們是絕對有理由 相信是因為他得不到 我們的同事的收視率 是 所以不開心去發惡 嗯 於是火就痛 但這些怎樣拆呢 其實 我一樣是照答回去 都是回答 我看完之後覺得 我同事可以 我說你打一會 我去看CCTV 你打一會 我就立刻衝進去看CCTV 是 其實是說看的 我是沒有看過的 是 我是後來才看CCTV 嗯 因為你當時就是問同事 我是問我同事 是 那個同事幾乎想哭的 表情看著我 What the What the OK 我當時心想 為什麼我in charge還沒有走出來 是 為什麼我in charge還沒有走出來 他是不是收到風閃了 他是不是收到風閃了 他聽到你們的 其實他聽不到 他在吃飯的 他還沒回來 到他回來我已經拆完了 Shit 我走出去跟小姐說 小姐我看CCTV 然後我說 你 看了什麼 剛才你說的 全部我都看到 是 但是 不行 你看到 是 我是看到 不過事實告訴我 就是 我同事做這些動作 就是避免了會有尷尬的情況出現 嗯 所以我同事是沒有不正當的眼神 看著你 是 他做的service 是恰當 而且是合乎我們luxury標準的 嗯 他說 他不但沒有身體接觸你 而眼神 看你那個位置的時間 都避免了織網 都避免了織網 但是他有跟你眼神接觸 基本的禮貌是有給到的 他是看你的樣子的 我也挺肯定 他說 他說他有eye contact 他說他有eye contact 他有介紹product 他說 我們有customer service的電話 是 我說我可以請我的 store manager 和我們的customer service manager 去告訴你 不過這段片 我會照給他看 嗯 那這個時候小姐有什麼反應呢 他說 他說 那你看了CCTV 但你都不覺得 他是不正當眼神 那你真的幫你的同事 我可不可以回答是呢 其實這個moment 我不是 他不是偏幫你 為什麼這樣說 那我跟他說 我就說 以 我說 合乎我的標準 我說在我們給的standard 裡面 我們公司給的standard 裡面 他沒有錯 是 因為這些客人 而在基本服務客人的 基本standard 他也沒有錯 因為客人的角度是這樣的 然後他就說了一句 很多客人公開的時候 都會說的一句說話 那你現在真的說我錯了 是啊 就是這句 我心裡想 嗯 我又不是說你錯的 complain complain的時候 第一句會最無理的說話 而最難拆的一句說 就是你現在說我錯了 是啊 因為客人的角度是這樣 我覺得你的同事有錯 而你看完 認為他沒有錯 即是你偏幫他 是啊 還有說我錯了 是啊 沒錯 但你的問題是你拿不到公正的 你明白嗎 是啊 我當時就只跟他說 OK 沒問題 我想我們的方向未必很一樣 不如這樣 我說我這個case 是會給我們的customer service 那裏 由我們的customer service 那裏回答你 是 究竟我們公司的standard 甚至我們服務客人的標準 是什麼 嗯 不過他朋友又說了一句 那你們是不承認 你們是有不正當的眼神 看著我客人 那我就忍不住了 開始有一點 即是又是那些 我有一點想咬他 是的 即是言語上已經要 認為你有錯不認 我說小姐想請問 什麼叫做 在你的角度 什麼叫做 不正當的眼神 去看著你 開始飆火了 然後我的同事叫什麼 Alice Alice 冷靜 Alice 要燒店 開始燒店 對 來了來了 來了 那是不是應該遞杯水給Alice 是的 那我就問 想問什麼叫 我當時語氣 小姐想請問什麼叫 不正當的眼神 他 不看我 好想看 但是不看我 就是不正當的眼神 他說他瞎我 瞎你 但是你剛才說他沒有瞎你 那怎麼瞎呢 嗯 想看而不看 他說他想看 對 他說他想看 但是沒有看 但是真的沒有看 就是沒有看 那什麼叫做不正當眼神 眼神 首先眼神是什麼意思 那個定義就是 眼 contact 就是他有視線 他的視線都沒有 他的視線都沒有 focus 在哪裏 他的視線都沒有 focus 在哪裏 眼神呢 你說不正當 不正當 不正當是犯法的意思 什麼叫犯法的眼神呢 又不一定是犯法的 是 in appropriate 我說什麼叫不正當 所以什麼叫不正當的眼神 然後那個同事 冷靜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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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語句開始進逼他 什麼叫不正當 我想請問 是的 一個坐姿已經變成 原本是這樣 很正確的 危陷正坐 想請問 已經變成 手會抵起 前傾 開始想 有一點點 拿起三袖的動作 那些 當時他們 又給我看CTV 我經常問 什麼叫不正當眼神 經常拿起三袖 我想請問 什麼叫不正當眼神 那個同事說 不要抵起三袖 可以嗎 你的body language 已經出賣了 你想打我 其實 接著他旁邊的朋友說 算了 算了 我承認那一刻 是震懾到那個客人 什麼叫眼神 而什麼叫不正當眼神 我想請問 嗯 講了一陣 接著 他的朋友 解釋不了 你明白嗎 那客人是解釋不了 那我不會打穿你的球 是 但是我有把他的說話 去圓回他的 我就說 小姐 其實我想 你今天這個 因為他說了一句話 他說 我穿了這一身裝束 其實他有不正當眼神 他可能就會因為這樣 有不正當眼神看著我 我說首先 第一 我們做服務性行業 其實什麼客人 是 逐點說 除了不穿的客人 我們沒有見過 坦白說 穿得比你少也有很多 我說 其實我們 做我們時裝的行業 我們見過很多 露多少 甚至乎 是穿多小的衣服 我們都見過 我們都是一樣 用時裝的角度去看 是 我們不會去評論 究竟穿得好不好看 會不會露什麼出來 甚至乎 其實肥還是瘦 豐滿 老 年輕 我們都是不會去評論 是 我當時的確是這樣 語速去答 然後同事人冷靜一點 冷靜一點 我們是不會去評論 至於你認為我的同事 對你的裝束 是有什麼看法 我剛才已經問了我的同事 我的同事 並沒有覺得 你這個裝束 有什麼異樣 嗯 坦白說 其實在雲雲的客人之中 沒有什麼特別的 是的 其實我的同事 過了一段時間 已經忘記了你的裝束 嗯 是的 的確 我的背後意思 真的告訴你 是靈修事律 即是告訴你 你其實只是 沙灘裡面的其中一顆沙 是的 沒有任何特別的 所以你所謂不正當的眼神 是由於如果 有一個人 對另一個人有不正當的意圖 才可能會有這個不正當的眼神出現 是的 而我的同事是沒有任何不同的 而我的同事是沒有不正當的意圖 所以他是沒有不正當的眼神去看著你 是的 然後他的朋友就開始驚恐了 開始受到氣勢的壓迫 受到氣勢的壓迫 他就說 你不夠他爭辯的了 走啦 我們 所以 那我的結論 其實那些客人都是欺善怕惡的 我不可以說他欺善怕惡 但是你說得出不正當的眼神之前 請你清楚給我聽 但是需要一個邏輯清晰的super 因為沒辦法 那一刻我只可以 因為我知道我的同事不是這樣 而在這個位置 就是說可以退給你 或者換給你的 即是交換 我還可以叫同事讓一步 而且已經不是物質上的要求 你那樣東西是 叫做誣蔑我的同事的reputation 是沒錯 而這件事是對同事來說很重要 我不可以在這個位置 不抵抗我的同事 因為這個是他reputation 他沒有錯 他是覺得他被人精神B2了 我覺得那個同事是很慘 你知道嗎 他在裡面聽著的時候 我真的看見我男同事的眼神 其實是想哭的 喂 他做什麼 他什麼都做齊了 而你無緣無故 就是因為你自己收視率 不夠而說 人家不正當的眼神 嗯 你自己說不可以一通 你自己 是 不如這樣吧 在街上有個 有個 不知你是不是帥 他露六塊腹肌 你看他一眼 他說你MeToo他 行不行 不行 因為他是女的 那你也是不行的 他都不能說你 那他不說你MeToo 他說你不正到眼神 看著他 就行不行 就像ANF那時候 他可以說你非禮他嗎 不行 那就是了 因為 他現在的accuse 是指向一個店員 所以說 對他的角度來說 我看人 其實我怎麼看都行 因為我是客人 對 你這樣說不通 其實真的 是的 但是實際上我告訴你 我自己整個生涯裡 有兩至三個 我想說不是我一個 我是真的聽過 問 就是有聊天 有些人真的說 是 試過很簡單 即他沒有到complaint的地步 我試過一個男生 現在他做了assistor manager 嗯 那我同事也是professional 做了十幾年 試過有一次客人 明明跟他 又是在賣手袋的時候 看著客人 無端端走開 找另一個同事跟他說 我不要這個男同事serve 嗯 那這些真的 沒有辦法拆過 又是 拆不了的了 他就是唯有說 即他同事都很深 知道他都銷售了很久 那就把單單還給他 但是客人就說 我不會再來 你同事這樣看我 但其實同事什麼都沒有做過 其實真的 嗯 其實他真的什麼都沒有做過 而他只不過是客人 穿師傅露點 不是他沒有露點 即是特點 師傅 又或者是deep way 其實你是想怎樣的 我真的想說 對 總之放勸客人一句 你一進來 要是你指明了女同事serve 你可以指明女同事serve 對 完全可以 你可以的 我們不會有人 其實你叫我的男同事 不要serve你 好過你serve到一半 我無端端就要我男同事走開 是 其實很奇怪 我還想說三個都是那些 剛好 我真的不是有指向性的 但剛好我收到那兩位的complain 都是那種很ABC的狀態的女士 或者女性 當然我們不知道是真ABC還是解釋 我們不知道 我們也不是有指向性 不過剛好我也是 剛好我也是 剛好我也是 有這個情況出現 M反而是少的 的確 M 可能角度不同 是啊 M又真的沒有這個指向性 M甚至乎在你面前脫衣都還可以 M是比較海膽都好 我試過是同事 客人穿師傅 對 同事向著我攀拎 他裏面穿了一件背心 他可能打算試驗T 他直接對著我男同事 脫了一件師傅 直到裡面的背心 其實背心也是正常的背心 但我同事是會有心理陰影 嚇一嚇 然後同事叫救命 我們說叫救命 脫衣 脫衣 有兩個女同事馬上衝過去幫他 然後客人說做什麼 師傅小姐可不可以去Fitting 可不可以脫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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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要脫衣 要脫衣 才要去Fitting 對 大家比較開放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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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比較難接受的 還有一個比較難接受的 這集 又不是難接受的 對 不是難接受的 但本身 出現的機率多不多 多 這個調轉是M比較多 M比較多 對 很流行的一件事 就是全新Monogram的運動套裝 對 對 我想說不是不好看的 很多品牌都有的 LV Fendi 之前Fendi Fila 也有 Gucci Balenciaga 也有 對 由頭到腳都是那隻 我想說 大家記住 Model 還Model 你還你 就算你有Model 身形 如果你有Model 你就是Model 或者有Model的身形 對 對 適合天氣的 都可以 對 即是 那種 總之這套衣服 稍微不慎 就會 只有兩三個看法 一 就覺得你那套衣服是假的 對 二 就不是M也當你是M 對 絕對會有這個狀況 第三就是 瑞衣 瑞衣 即是神韻衣 會變成 哦 專家的頭衣會變成 神韻衣 也挺有神韻衣 因為你穿一套的 Sporty 衣服 長度真的很重要 嗯 你一套也算 即是一套也看不到 顏色 因為如果上面的Hoodies 太長 是 太長 如果是 那你下面的褲子 它不會和你修身 是啊 那你又闊了 下面有一瘋 下面是 剩下的布 那一堆東西 在鞋面上 那你就是 整個笨重 那你就是神韻 Oversize Oversize 你就是神韻 如果好 那就可以了 如果你突然很短 是 即是 衣服很短 然後那一條褲子又短 又有行山 或者去街上買東西的感覺 為什麼很少人穿得好看呢 要不就很瘦 是 其實身形很重要 身形真的很重要 要不就很高 我們今天講的各種裝束 其實都是那句身形很重要 對 你身形漂亮是沒問題的 身形是屈肌的 不算顏值 現在大家戴口罩 是沒有顏值 顏值 我們已經撥在一邊了 沒錯 是因為不能算 但是有身形是好一點的 我是見過一個外國的男人 是 穿著一套LV 他又白 歐洲人 又夠高 他又練了那些 肩膀 二頭肌 肩膀 我們全部同事看了 嘩 真的穿得好看 那套衣服 不如叫他代言 我們旁邊的同事都說 這套衣服這麼好看嗎 是 我不要緊 應該是客人好看 然後你跟他說 回去你叫你老公穿一下 看看好不好看 是 我試過那時候 看過一個客人 那一陣子是很流行的 Fendi 全套 是 全套 我們經常都說 你可以照整套買 但是你真的不需要全套穿出來 而且是拉完拉鏈 通常人家說穿全套 裡面都會加一件T的 然後打開一件Hoodie 那些售貨員也是這樣教你穿的 因為你如果全身Monogame 真的很怪的 是 沒錯 某些明星好像喜歡 整套都是豹紋 你又是舌頭的 通常都會叫你 那些客人說 糟了會不會很噁心的 不要緊 你裡面加完T就可以了 都要混合一下 然後加上白球鞋 你怎樣都不會死的 當然叫你不要中間加他 因為今年轉身變成黑幫 那些 轉頭突然變成黑幫 那些打手 那你就會變成野狼Disco 對 野狼Disco 你不是陳偉庭 建議你不要這樣做 然後客人那天 整套Fendy 還要拉著 整套瓶子 拉上來 頸頭扭 嘩 然後他走進來 突然很有氣勢 那氣勢會露出金鏈 你完全覺得 會露出金鏈 會露出金鏈給你 這件事真的好 真的好看 我們見過兩三次黑人穿 是不知為何好看的 怎樣穿都是HIP HOP 明明他就不是唱Ref 他人不HIP HOP 但整個身體不開口 都很HIP HOP 我們那時候試過在某一個拍攝 一開波就想YOU 那客人 很想YOU 那次是客人自己下來買東西 他是穿著拖鞋下來 就是下來買食物 順手進來逛逛 因為當時商場很流行 那些叫做短期租 那些漂亮的泊鞋 就像Appart House 即是都是Service Apartment 所以有很多這些客人 真的會下來買東西 穿著拖鞋 他穿一套 他不是Fendi 那套好像那些 Filla 那套 不是Jusica Tour 是Doja & Gabbana 我記得 他不知道有條街 整套好像白色下來 整套 很少人穿白色一套運動裝 好看 他一約下來 我們真的想走去 YOU BROTHER 那些 整個Fifty cents 整個Fifty cents 要走 但他走進來很帥 他又沒有特意去YOU 但他走進來 已經是一種RAP的感覺 很有氣勢 然後就說Hello 那些名字 然後我真的有個同事不識好 打問他 Are you Rapper No 然後客人用英文跟我們說 是否我們一穿這些 就會變成Rapper YOU BROTHER YOU BROTHER 他說怎樣 其實他自己 他說怎樣這樣覺得呢 因為他自己想 很多人問他 他下來的時候 他幫他開門的人 就是想跟他激獎 他說 他說那個門口的人想跟他 Give me five 冷靜一點 他說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說 因為Service Apartment 有些是比較casual 他會很 很年輕的跟你打招呼 他說他可能是希望 有一個比較年輕的 所以一見到他問他 YOU BROTHER 然後想跟他Give me five 他說 我們問他 你終於有沒有跟他Give me five 那我也有 其實 即是你扔了手 出來 免得尷尬 但其實 他說 他問你這些香港人 或者亞洲人 是不是覺得我們一敢上 就是Rapper 我們說 無可避免覺得你是Rapper 那客人告訴我們 他在上海做了很多年 其實他講普通話 是超級流利 是超級美麗 是超級我們 他講普通話 他說在內地的人 都會是這樣 他一見到他就YOU YOU YOU 他還叫他WhatsApp WhatsApp WhatsApp 他說 其實你可以叫我尼嚇 其實 你不用WhatsApp我 其實 尼嚇我就找 所以 其實衣著這方面 真的會很令人 Stereotype 其實真的 例如老海 一定是M 對 沒錯 香港女士真的很注重這方面 也是 文化不同 也是 或者 你覺得是文化的Stereotype 很流行 我們有些 找一集會說 究竟如何一看他 以前我們也說過一次 不過現在又重新有一個定義 就是 如何一看一下 有些客人問 為什麼你一看就知道我是M 對 沒錯 到現在也有些客人 明明未出聲 我第一句已經懂得說 這一下 第一句 他不會錯 等同 他說 其實Rapper 肯定是錯 他說 最搞笑的是 跟他WhatsApp 笑多 我們 因為他懂少少廣東話 也是無奈 或者跟 他的樣子是 白人的外國人一樣 一來到就 哈佬他 他說 我住在香港三十幾年 其實懂得說廣東話 這個真的沒有人知道 但沒辦法 他說 這個是我在中環的客人 一來到 我就衰 Hello Welcome Sir Welcome to 這個牌子 他說 你好 其實我懂得說 你可以幫我看一下這個 好 好 然後又是很厲害的 那些 先生你廣東話說得很好 他說 我一天被人說很多次了 嗯 他說 行了 你對白不要太厲害 不要太厲害 他說其實挺無奈 印度人也是 我們試過有一個 印度人是香港的 印度人真的多 是廣東話 其實他在香港很多年 然後他一來到 他已經很聰明 Hello 你好 然後同事還要 Hello 還要說 他說 真的沒辦法 有時候的樣子都會 Stereotype 但去到跟別人Whatsapp 真的 Whatsapp 真的搞不定 所以奉勸各位 看到有時候 外國人的 雖然Hello第一句都可以 慎重一點點 但就真的不要跟別人 Give me five 真的不要亂 遞手預備跟別人 擊掌 還要擊掌 那些真的要小心一點 好 今集是這麼多 好 下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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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